哈囉我是沙貴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呢我們要介紹 許久不見的藍牙喇叭的設備啦 那今天登場呢 其實我們跟他蠻有淵源的 四年前我們就開箱過他的產品 那就是U1推出的這一款是他們的旗艦 非常大的 Ultimate Ears Hyperboom 可惜是藍牙派對喇叭 那除了這一款旗艦之外呢 我們也會介紹一個 就是跟我們幾年前非常有淵源的 這一台Wonderpool藍牙喇叭的第三代 除此之外呢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用這一個 Hyperboom去戶外呢 來學習現在呢 時下短影片最流行的滑步舞 那到底會不會藉由他的音效 讓我可以學會這一段短影片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盒裝的任務呢 就是這一個 Hyperboom 這個派對喇叭 另外呢就是他專屬的一條 也是蠻大的一個充電線 最後呢 就是他盒裝一定會有的 就是他的不用看 跟一些基礎的操作介紹 在外觀上呢 Hyperboom這一台他其實就是承襲了 U1系列一直以來的許多的外觀的相似度 比如說你在上半部你會看到他們標誌性的 東西 比如說這一個防水的編織的一個布藥 至於上面跟下面的這一個外殼呢 就是硬塑膠的外殼 他的質感呢其實過去你只要有使用過他們的產品 你就會發現他們的質感都是一致的 這麼大一台 他據了解他大概有5.9公斤 果然是派對級的藍牙音響設備 還有一個可聲說式的一個軟性的提把 方便呢你攜帶的時候咧 就是出去的時候就是可以這樣提著他去做使用 不然其實說真的你5.9公斤你這樣抱著拿著其實都不太方便 那有這個提把之後真的方便許多 接下來就看到他的背面了 他背面呢有一個IO的介面 那他具備的是IPX4的防塵防水係數 所以他的IO介面呢也做了一個防水膠條 那IO介面裡面呢 第一個是一個USB-A的連接孔 然後有光纖 有AUX的連接孔 然後最後呢就是他自己本體的充電孔 另外他還支援的是兩個藍牙設備的連接 那還有藍牙1跟藍牙2 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快速的用這個按鍵去切換 你要用光纖呢還是AUX 那既然藍牙喇叭一定要講講他的聲音的規格啦 他使用了兩個1吋的高音單體 還有兩個4.5吋的中音單體 最後呢還有兩個3.5吋的被動輻射器 就是在強調那個低頻啦 所以你就看到說他整體的設備呢 都是幾乎都是兩個兩個去組成的 才能提供非常強勁的聲音 那這邊也先說一下 我們知道UE的很多的藍牙喇叭 大部分都是標榜360度嘛 但這一台他們旗艦的最大台的這一台 Hyper Boom呢 它的範圍是270度 那你要怎麼去分辨 簡單 提把跟它的IO介面就是在後面 所以呢它放置的時候呢 原則上它不會是在你的派對的正中間 它應該是從側邊 每一個側邊去把它放置之後呢 讓它的聲音可以擴散出來 成為一個270度的一個角度 來一個放射性的聲音發射 另外呢還有一個重點啦 既然是派對嘛 你知道就是國外的派對通常都是從早到晚 所以這一台Hyper Boom呢 它一樣支援最高24小時的音樂播放的續航力 所以你想要從早嗨到晚 都絕對沒有問題 那作為一款派對式的大型的藍牙音響呢 它的使用其實情境範圍其實非常多 很多時候大家想的戶外可能就是 像現在秋老虎來了 還蠻適合在那邊露營的 你可能會有露營的戶外使用啊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在戶外的草皮 但其實很多時候Party也可以在家裡面開嘛 所以其實它在家裡面的使用也非常的適合 Hyper Boom它的音質呢 我不得不說比我想像的好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棒的就是如果你搭配它的 U1 Boot這一個App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去調整它的EQ 它的EQ其實分項沒有太多 只有五條線讓你去做它的 從低頻到高頻的調整 那這樣的調整呢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那個低頻呢 確實是有從沒有到越來越飽滿 到越來越強勁 你都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那在App裡面呢 它除了你可以自定義的EQ之外 它原聲也預設了四種 分別是平均 然後人聲 還有低頻 以及遊戲跟電影的音效 這兩個是做在一起的 總共有四種預設的調音 那在它的使用上呢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講了嘛 它除了是有線的 有光纖呢 跟AUX之外 它其實支援了藍牙1跟藍牙2 兩種設備的連接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的在家裡 不論是你今天是用電腦 或者是你是用手機平板 你就可以直接去操控它 那你可以直接在它的上面做切換 那切換完之後 你可以想說 呃... 但我如果今天想要直接 按下我的Hyper Boom 就可以播音樂 可不可以? 可以! 在App裡面呢 它支援Amazon 以及Apple Music 所以你可以直接登錄 你如果有這兩個其中一個帳號的話 你就可以編輯好你的歌單 那你在使用過程中 你只要走到你的Hyper Boom 長壓它的播放鍵 那它就會直接切換到你的清單裡面 音樂清單 它就可以開始去播放你的音樂了 那這一點呢 也算是比較直覺的 不過小小可惜的就是 它目前只支援 就是我剛剛說的Amazon 跟Apple Music 如果未來呢 有Spotify 或者是YouTube Music 我相信應該可以 更加的多元化的使用 除此之外 它的App裡面 大家有看到 它有一個Party Up的功能 這個功能呢 其實它就是可以去串流 其它有支援 UE Boom這個App的 它的藍牙喇叭 就你不一定要同一個型號 你只要你的 UE Boom的藍牙喇叭 支援到這個Party Up 它最多可以串連 150台UE的設備 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去幫你播 你現在播的這個電音啊 舞曲等等的 那這邊來跟大家提醒一下 之前我們開箱過 也是我們今天也會介紹到的 這個Wonder Boom第三代呢 很可惜 它呢是獨立的使用 它雖然也可以支援串連 但是它是串連自己 同樣是Wonder Boom的設備 它並不支援在這一個 就是UE Boom的App裡面 講完了四年的使用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來到戶外的使用了 那我到底學不學會軌步呢 就請看我們的實測啦 好啦我們先來到戶外呢 來進行這個Hyper Boom 它在戶外的使用啦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這台 Hyper Boom它的戶外的音量測試 看看呢在這種開放式的場景 它的戶外音量呢 我們從60%到100% 到底多少的距離 是還可以接受的聲音範圍 那我們就開始吧 現在呢是60%的音量 大概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音量的細節的極限了 就包含說你可以聽到它的低頻呢 跟一些聲音 那不知道大家的麥克風聽不聽得到 因為人的耳朵應該會比麥克風還強一些吧 那我人的聲音還是聽得到 大概就到這邊是極限 那距離呢其實60%大概就是 10公尺左右吧 好像不到喔 差不多10公尺 那接下來我們把音量繼續往上調 我們現在是來到了大概85左右的音量 好現在已經有到投手丘的距離了 好差不多 覺得以我個人的體感 我覺得聲音大概到這邊 就已經是差不多它聲音的極限了 那最後呢就來到100% 現在是100%的音量 感覺可以再往後推一些 喔它的低頻還是蠻強的 好差不多是這裡 就是大家看到小小的我 這樣的距離呢 大概就是它的聲音 你還可以聽到一些保留細節 跟它的低頻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它的距離大概到這邊差不多 接下來呢就是幫大家測試 它的藍牙連線距離到底可以多長了 那我們直接就從剛剛這個超遠的距離呢 我們繼續看看 它到多少我來操作它的時候它會斷線 那到底是不是它會先斷線呢 還是我們的麥克風會先斷線 我的麥克風斷了嗎 好到這邊 我來測試一下它的使用狀況可不可以 我暫停 還可以 好那我繼續再跑 現在藍牙都這麼強嗎 我聲音應該有回來了嗎 好 那藍牙麥克風先到了它的極限距離了 反而是這台Hyperboot呢 我們剛測試了 幾乎就是符合現在藍牙很多的範圍 就是所謂的100公尺的距離 都可以有效的去操作它 大家不用擔心了 就是通常家裡面應該沒有這種 直線距離可以到100公尺了吧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藍牙連線距離的實測啦 而在戶外的使用上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前面在開箱介紹外觀的時候 就是介紹這一個 它不只是你可以在攜帶的時候使用 還可以像我一樣就是 行走中的藍牙喇叭 不是荷爾蒙喔 就可以幫大家去播放音樂 另外一點呢就是 我們在IO介面裡面其實遇到 它的最上面有一個USB孔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就是 它其實可以來幫智慧型手機充電 就是你可以幫其他設備充電啦 最後呢就幫各位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啦 這款UE出的 Hyperboon旗艦級的藍牙音響呢 它其實就大家想到 你今天如果在戶外 你今天是練舞 或者你今天是露營 又或者你今天是街頭表演的一些舞者啊 對耶我想到了 戴這一台的話 那音量是直接爆棚耶 覺得比那種帶著小小的藍牙喇叭 還來的強非常的多 在家庭裡面使用呢 你除了可以在家裡面開Party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它當成一個 家庭的藍牙劇院 因為它的低頻真的非常的猛 而且它也有遊戲跟所謂的電影模式 搭配它強勁的音效 我覺得在家裡面使用呢 也非常的好 就你今天不管是多人的活動 多人活動怎麼回事 就是多人的Party 又或者你在家裡面 想要享受一個觀影 看電影的追劇的感受 或者是一個人想要聽音樂的話 它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比較 輕巧好攜帶的人要喇叭的話 就真的在這邊推薦你 U1的另外一款 非常火爆銷售樂款 Wonderboot第三代 那它除了輕巧輕便好攜帶 還有IP67的防塵防水 單次續航最高可以到達14個小時 除此之外呢 它一樣支援他們自己 如果是這個Wonderboot第三代的話 你可以多裝置播同一首音樂 讓你的音樂聲音可以更加的厲害 那在使用Wonderboot的時候 我這邊跟大家推薦一點 如果你今天是放置使用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低頻可能不夠強 主要是因為它的低頻共振呢 是在底座的方式去發聲 所以如果你今天放置在東西的上面 木質地板什麼的 你就會發現它的低頻會被吸走 Costco去購買 或是你到其他地方去試聽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 你就會發現 這個聲音又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而在Wonderboot的外觀上呢 其實它就是非常經典 它就是越出越有什麼 更加的鮮豔 它不只有一樣它的 加號跟減號的這個 標誌性的這個 雖然不是logo 但一看到就知道是Wonderboot的產品之外呢 它在它的編織 就是這個經典的編織上面呢 其實它的顏色啊 它的花紋越來越多元 那在哪裡買得到呢 這問題問得非常的好 到哪邊可以買這個東西呢 Hyper Boom全台灣的Costco 你都可以買到它的珍珠白的系列 那它在Costco的價錢呢 是優惠到12,499元 而且呢在黑舞折扣的時候 還可以下殺低於萬元 到9999元 就一萬塊 找一塊錢給你 但如果你覺得珍珠白呢 可能不是你的最愛 你可能會選的是石墨灰 就是你可以到羅技的網路旗艦店去下訂 就可以訂到他們的石墨灰的版本 如果是想要石墨灰的話呢 在我們資訊欄下面 也有石墨灰這一款Hyper Boom的連結 那如果你個人呢 是比較不需要這麼大型旗艦級的藍牙影響 你覺得是喜歡輕巧攜帶方便 那就是選擇Wonder Boom第三代 那Wonder Boom呢 它一樣是在Costco 好事多也有販售 那好事多呢 為了方便大家 就是一次購買 就是兩顆 兩顆一足 那它的售價呢 是3999元 而且一次帶兩個 它可以串連 前面有提到它可以串連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我們好久不見的藍牙喇叭 它叫做Ultimate Ears Hyper Boom 可惜是派對藍牙喇叭 以及這一款 攜帶精巧 方便也防水的 Wonder Boom第三代藍牙喇叭 推薦給大家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